我们办公室都说 哥有人给你寄了个白龟 是什么还白色乌龟吗 这个你要在宠物里边 可能是白化的乌龟 在植物养花呢 里边就是白颈龟被烛 一般就是 明白了吗 他说这个光杆了 这了那了 发黑了 我特别的惆怅 就是很多的花友呢 都是新关注我的 或者是以前没有刷到过我的 养花很简单 你就老花一 那个视频 你就没事的时候看几个 你啥都学会了 讲真心的 养花无非就五个字 光水吐气肥 光水吐气肥 对吧 这句话说 那人家有的养不好 这那 你要明白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现在这个 大环境的是 我也想着一直想 给花友们卖花 卖给你们花 也不想着去怎么怎么地 那这个 花友们永远都学不会啊 他只能靠自己磨水呀 这个已经嘎了 这位臭包 你看 他这个比较严重的 他这个 嘎的比较严重 我把这两个嘎了 有句话说 这样还能活吗 活是够呛能活了 我感觉 你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啊 这个就是水大 烂根 看到没 他根全烂了 黑了 明白了 你这话说 老花 你这样还能活吗 我天 你这样还能活吗 你的话 你能这样活不了呗 但是你得精灵 是听天命啊 交给花友们怎么弄啊 是吧 首先呢 给他浸泡一下杀菌 杀菌 用点这个生根液 生根液是要来一点的 杀菌药还是要来一点的 一般呢 是用二枚灵 没条件错 我呢 可以上那个小黄二号 浸泡一下 找个极小的花盆 比这个还小 也可以 明白吗 加土 用土一定 哎呀 跟花门说过 无数次的龟贝如 一定一定要排水透气 你这个花盆 这个土 一定要排水透气 排水透气 排水透气 这个花友们 它就是不停 就是不停 它就是不停 我这一点办法都没了 我都 没办法 这位花友 这个呢 我只能给你 就像这样子 给你种上 能不能活 谁也不知道 明白了吗 然后呢 用你这个袋子 再给它套上 然后呢 我放到前面 那个棚里面 现在要做的 就是保湿了 保湿保暖 能不能活 能不能活 就看它自己了 这个我们也没办法 只能给你进人事了 听天命了 浇水呀 浇水呀 哎呀 一定要干了再浇啊 不干不浇啊 没别的办法 比那个花友的还惨了 那个花友是个棍 你再来了 这么一截 跟榨菜一样 你要是说春天来的时候呢 我差不多能有四成的把握 现在只有两成的把握 能给你救活 就你懂了个事就行了 龟贝族 我再给大家说说 白井龟贝族的养护吧 来 你看老花一也有这个白井龟贝 现在这个社会价 也值个两三千块钱 你一定要明白 一个什么事呢 你看它的根 你看老花一的养护啊 就是不干 我们是不浇水的 看到没 这根性上的自然长下去 你包括我们养的这个也是 你会明显的看出来 我们不干的时候 是不会频繁去浇水的 你明白吗 还有一个关于光照这一块 它洗光 但是它怕晒 像这种粗紧了的龟贝族 只要粗紧的植物 你尽可能的给一些光照 别暴晒就行了 如果没有光照 它也长得不好 尽可能干一点点 就是你空气可以潮湿 你没事的时候 可以往空气周围喷水 这个喷土里面要保持干 它会怎么装呢 你看它会长气根 你看这个 这个脖子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这个脖子这里 它长了很多的气根 它可以从空气里面 吸收水分和养分 你明白吗 臭包 这个化尔美女 再带它这个点 尽量的略干一点点 干了你也得记得得浇上水 早上气根来就好办了 怕冷 我们这里边加温 刚刚的设备 这四台花了三万多呢 那个就加温设备了 要得加温 你不加温都不就冻死了 没办法 好吧 肥料这块选 同种型的就行了 如果家里边温度多时冷的话 得考虑加温的问题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啊 记得觉得老花一会每天给你分享养花知识就完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真一 白聊怎么 阿姨 嘿嘿 嘿嘿 嘿嘿